萬眾矚目的亞錦賽開幕戰 中華隊強碰 速敵韓國 掛帥先發的火球男徐若曦 開賽就進入狀況 用漂亮三陣解決守名打者 同時也賞給韓國隊三上三下 而大巨蛋在正式比賽史上的首支安達 也很快就來 中華隊的林辰飛在一局下 揮出中間方向安達 為歷史寫下崭新一頁 可惜後續Tim Taiwan 沒能在這個半局延續活力 是殘累收場 不過比賽來到三局下 這回可就不一樣了 這站排在第九棒的中華隊長 那麼一樣 敲出一發扎扎實實 直擊中足外野全力打強的二雷安達 点燃滿場球迷同時 也帶動起中華隊的攻勢 後續形成一三類友人後 先發打線中唯一的 野餘好手陳孝允 跑出二雷方向的內野安達 送回大巨蛋時尚第一分 幫助中華隊先持得點 接著林辰飛又補上單場 第二支安達 同樣敲回一分 中華隊總計在這個半局 進帳三分 也把韓國先發聲線名給打退場 留下兩局掉三分的慘淡成績 四局下中華隊攻勢在齊 三類友人情況下 拿摩一樣再次做出貢獻 游擊方向強勁滾地球 清晨內野安達看到這邊中華隊已經手握四比零的絕對領先 而在前六局許若希使用六十七顆球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七局上他繼續登板上演超級帥氣的KKK三連K strike out the side 全場總計使用七十七顆球有六十五顆好球 整整送出了十張老K 只被擊出兩支安達五十分 七局投完是功成身退 接替頭球工作的十八歲小將孫義雷表現同樣出色 八九兩局完美收尾 最後用在劍三陣解決強打者羅成葉 中上中華隊並以四比零擊退韓國 強下雅瑾賽開門紅 也為大巨蛋的歷史首帳劃下完美句點 管理平台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